基隆益销总队长举行不达典礼 新任总队长由市议员曾继炎接任 我想今天接任我们基隆市益勇消防总队的总队长 那我想未来对于我们益销的训练 以及益销所有的福利以及福祉 我想我跟我们的谢市长一定会努力来争取 那我想我在益销100年 就是在民国100年就在益销里面担任 有在职的那个顾问 那我想对益销整个的了解 跟我父亲长期在益销里面工作 我想对益销整个工作以及团队的经过 我都非常非常的了解 那未来还是会对我们的益销所有的福利 来争取最大的权益 交界典礼上包括基隆市各界地方师生 市府及益销同仁 大约200多人管理 基隆市长谢国良说 益销同仁很辛苦 允诺逐年增加益销人力添购设备 我们非常重视益销打火弟兄姐妹的各项权益 因为他们其实也是冒着他们的生命 在第一线为我们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来护卫 那未来我们会跟消防局 跟局长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一起来努力 来让我们益销的弟兄姐妹 跟我们锦销的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继续努力 在工作岗位上继续来努力 也恭喜我们的曾总队长 因为他们两代其实都是益销 那我们也了解他们做事都是非常的投入 那未来我相信益销有什么 要努力要打拼的地方 我相信我们这位总队长一定会义无反顾 一定会好好的为益销 益销兄弟姐妹们来好好打拼 市长谢国良也期许总队长就职之后 带领益销伙伴 协助消防局执行勤务 让金融市民居家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